- 嗨!我是阿欣! - 今天這個主題呢我們又要來嗆人了! - 今天這個主題呢我們又要來嗆人了! - 對!事情是這樣的 - 我在我的IG上面探索的那邊常常會滑到一些 - 星座魚路! - 然後它就是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- 它就會有標題而裡面會有一些排行榜這樣子 - 都是跟星座有關的 - 我都會覺得很納悶! - 這些到底是用什麼統計而來的? - 它的數據到底在哪裡? - 研究報告呢?之類的! - 之類的! - 我就來看一下我在IG上面到底看到了哪些 - 有點特別的星座魚路! - OK! - 你真的會發現一個新世界! - 因為它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做統計! - 超強的! - 開始之前我來講一下! - 這個是我的最近的新花! - 可不可收珍紅茶! - 我很喜歡喝這個熟成OLE的部分! - 這很好喝耶! - 首先呢! - 忘記帶手機出門變得很恐慌的星座! - 它的雙子獅子天瓶什麼的! - 我覺得應該只要是現代人都會這樣子吧! - 只要沒帶手機出門就會 - 怎麼辦?手機! - 怎麼辦?我現在要幹嘛? - 看風景! - 啊不行! - 跟星座沒有關係啦! - 危險駕駛讓這些星座開車太可怕! - 天蠍天皮摩羯等等的! - 沒有!我真正可怕的就是 - 路上那些三寶有沒有! - 你知道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- 我差一點被摩托車撞到! - 不是那種典型的三寶 - 不是不是!有一個最新的三寶叫做 - 情侶! - 因為他們就是在摩托車上面 - 就是固著在那邊跟彼此講話 - 然後完全沒有看到行人欸! - 我真的差一點就被他們撞到了! - 然後還瞪我!我想說 - OK OK!他們是最新的第四寶 - 真的不行! - 別人秀恩愛時十二星座的反應 - 哇!他就是非常細節喔! - 什麼淡定無視什麼的! - 我跟你講啦! - 什麼人看人家秀恩愛最不順眼 - 所有單身的人! - 耍幼稚的時候真的很欠揍的星座 - 然後雙子啊就... - 欸!雙子是不是很常上跑? - 任何人耍幼稚我真的都只會想要 - 扒下去而已啊! - 在那邊給我耍幼稚裝可愛試試看 - 十二星座找誰一起減肥會成功? - 放心!你不管找誰都不會成功的! - 減肥靠自己啊! - 接著呢是超潛綿 - 一點動靜就醒來的星座 - 然後處女啊!拒絕雙魚之類的! - 我跟你講! - 我爸就是處女座! - 她每次都睡到不知道地幾天你知道嗎? - 處女座前面! - 不可能!不可能的事情! - 超會睡完全覺不醒! - 然後排行雙魚一天是... - 等一下! -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? - 來來來!我們先上一張有沒有! - 超潛綿!第三名是誰? - 雙魚座! - 然後這張的第一名! - 雙魚座! - Excuse me! - 可不可以腳編之間? - 先溝通一下! - 真的不誇張! - 我是這一張的下一張馬上就打臉! -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了! - 異性緣最差的星座! - 等一下! - 這個標題太傷人了吧! - 還有金牛座! - 天啊!唱金牛座怎麼辦啊! - 欸!你也覺得很差喔! - 不是吧!我覺得異性緣好不好 - 跟星座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- 跟你可能一些內在外在打扮那些 - 還比較有關係! - 這是什麼讓人家心情很差的排行榜? - 十二星座在古代的身份 - 這主題是蠻特殊的啦! - 但我看一下 - 到底為什麼天蠍座是兼程啊? - 這是什麼刻板印象啊? - 我就有認識天蠍座啊! - 人超好心機一點都不重的那種啊! -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! - 我又發現一個問題了 - 為什麼皇帝是獅子座? - 為什麼他可以當皇帝? - 獅子... - 啊好啊!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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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大家最近有看嗎? - 接下來是 - 生氣起來最兇千萬不能惹的星座 - 然後一到三 - 全都是處女座! - 到底是有多異怒? - 來我跟你講啦 - 到底誰最不能惹我跟你們說啦 - 第一 - 妳媽 - 第二 - 妳孩子的媽 - 以上就是我自己在我IG上面滑到一些 - 有點特殊的星座語錄 -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感想覺得如何的 - 那我自己是覺得齁 - 我們不要用星座或是排行榜去認識一個人啦 - 因為我覺得那種既定印象 - 對妳認識的那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- 比如說你看到天蠍座你就會覺得說 - 她是奸臣 - 這樣子她也太可憐了吧 - 說不定她就真的很天真很無辜啊 - 然後妳心裡一直在那邊奸臣 - 太可惜了 - 所以就讓我們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心 - 去認識你身邊每一個人吧 -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- 大家如果有看到什麼很荒謬的星座語錄的話 -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-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按鈴分流 -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非常相信星座的朋友 - OK -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- 掰掰 - 好喝 - 好喝